为什么泰森要咬霍利菲尔德的耳朵 只是为了泄愤还是另有引擎呢 泰森想得更加沉稳了 一心复仇没有冲动直接刚对手 甚至利用自己苦恋的步伐多次移动 与此同时耐心的出拳攻击老霍 整体攻击特别的消杂 但是老霍这一次由备而来 责人贅员快乐 在第一回合里 老霍压制住了泰森 一击重拳差点打晕泰森 森哥立马反击 把老霍打得连连后退 老霍躲过风头号 提拳就打 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刻骨训练 老霍成功压制对手 在前个回合里占据上风 刚开始老霍打拳还是规矩的 但是后来就忍不住施展铁头弓了 到了第二回合 老霍开始做小动作了 泰森还在持续出拳中 一击右手中拳 直冲老霍而去 结果老霍直接头撞泰森 当场把泰森的头部 撞出了一道大口子 要说拳头打的 那是无考后非 但是被老霍铁头弓打的受伤 泰森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当场就和裁判说 这家伙第一回合就在撞头 现在比赛刚开始 又来 他绝对是故意的 但是裁判通过观看办法 表示老霍那一下 只是为了躲避中拳 是不小心撞上泰森的头 不应该受罚 所以比赛 直闹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森这一下白挨了 不仅白挨了 泰森还得顶着这个伤和老霍这一回合 但是老霍太得寸进尺了 铁头弓有效之后 就开始小动作不断 什么夹臂呀 楼豹 铁头弓层出不穷 泰森一度落入下风 他甚至击溃了泰森的斗志 让泰森完全无法正常出拳 第二回合结束了 泰森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 泰森气得牙套都没有戴 就来打老货 裁判发现了立马叫他回去 戴好了牙套再回来打比赛 泰森带来的不仅仅是牙套 还有一枪怒火 一开始就把老霍堵在围城边缘 打算一顿重拳教训他 但是老霍又开始了搂抱 泰森实在不会应对这种打法 所以泰森又一次的被老霍给压制住了 第二回合 又被对手压着打 眼睛的伤还在隐隐落透 泰森出拳好似没了张瓦 只管往命里揍 老霍慌了 死死抱着泰森 不让他出拳 泰森彻底弄了 直接转过霍利菲尔德的肩膀 咬住了老霍的诱饵 从耳朵顶部撕下了一块软骨 泰森将这块耳朵吐到地上 老霍疼得跳起舞来 泰森把他推开 裁判暂停了比赛 老霍气死了 给裁判看他的耳朵 但是裁判在商人过后 还是决定扣住泰森两分 但是比赛继续 两个有着血仇的人 凑在了一起 还能发生什么呢 老霍再一次的用头撞泰森 你知不知道 这下泰森笑了 扭头又咬了老货的耳朵 裁判再也不能忍 直接取消了泰森的比赛资格 在赛后 泰森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被罚300万美金 还被无限期吊销拳击执照 但是后来没有多久 泰森就重新获得了执照 咬耳朵 这是拳台之上从来没有出现的恶劣手段 一向打拳干净的泰森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泰森要的只是一个公平 泰森的头被撞伤了 那老货头上也要有伤 这公平吗 这里也是拳击队的碰 我们下一次再会